好 那么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购物交集用语 那么首先我们来模拟这么一场景 很熟悉的新概念的图片 假设你就是一个男主人公 你要去买一些东西 咱们不说买鞋了 买一个简单的单数吧 Shirt 买一个衬衫 那当然呢 于是你遇到了女主人公 就是这个Shop Assistant 一个女店员 那咱们模拟一下 假设你第一次进店 她也第一次看到你 一帮女方会说什么 咱们中文会说 你要买点什么呀 但中文可不这么说 那要你是别人 你可怎么说呀 又特别自己编 What do you want 你想干嘛 我一下我都傻了 我大姐我什么都不干 我走错了 银行在对面了 那同学们 这肯定不行 所以同学们 如果想买东西 你要说I want to buy 老外能听得懂 但不地道 所以咱们中文会这么说 英国人就会这么说 你想买点什么 我来看看衬衫来了 看怎么说呀 Look 那同学们 于是辞足 他不用Look 他用寻找那个词词 那个词词啊 Look for 而且是你此时此刻来看 得用什么实态啊 现在进行时 所以我想买 就记住 这个短语就行了 首先一定说 Can I help you 您想要什么 别说What do you want 多难听 于是 Yes I'm looking for a shirt 我此时此刻 正在寻找一个衬衫 老外的意思就是 我想买衬衫 所以就在购物中 我们一定用Look for 比如我要想买一本书 怎么说呀 别说I want to buy a book I am looking for a book 再来 我想买个电脑 怎么说 I am looking for a computer 就行了 当然 难道进店就非得买吗 有些同学就喜欢window shopping 当然你别跟人说出来 你不买你不能进去 然后人家来了 说你想买点什么 Can I help you 非常客气 你来一个 Oh just window shopping 我就是来穷逛的 没有怎么说的 人家俩四出去 有多远滚多远 没有这样 所以咱们中文一般怎么说 你去来 我说你想买什么呀 先生小姐 你肯定会说 啊 我随便看看 英文怎么说呢 有特别执意 I just look a look 我服务员听懂了 If you don't look a look I will give you some color CC 如果你不看看 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哪有这么说的 所以同学们 注意你叫遵从语法 所以我随便看看就是 我只是还是进行试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I'm just looking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I'm just looking 当然人家买不买 Oh no I'm just looking 经常会想说 你买东西就不用谢谢人家了 你要不买东西 人好不容易来说 你需要帮助吗 你说 Oh no I'm just looking 加个谢谢比较礼貌 但就可以了 所以注意 人家一般你 Can I help you 你不要慌两种答案对着他 买东西买什么想好了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如果没决定买什么 或者是来window shopping试试来了 那于是 Oh no I'm just looking Thank you 非常自信的说出来 不用脸糊 或者转身就跑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这 那咱们假设 如果不买的话 就不会发生对话了 要是买 对话会进行中 你跟服务员说 我要买衬衫 服务员该说什么 我一看服务员愣了 啊 你要买衬衫 你怎么不安套路出牌呢 不能别 你应该是买鞋 我只背货买鞋的 所以同学们 当然 我觉得你要专业的 无非就问 你要做打号的 你要什么色的 不就OK了吗 也没让你 遇一些具体的操作 那同学们 你想看什么色的 那怎么说呢 注意买都换的look for 那what 什么look for 还得进行时 那就是 你想要什么型号 型号怎么说来了 size 那全句就出来了吗 你能说出来吗 一起来 what size are you looking for 很专业 一起来 what size are you looking for 你别笨单子size 多不礼貌啊 一起来 what size are you looking for 我一听到这个 我就说 那同学们 咱们就可以告出三个号 欧洲标准就三个号 大号 小号 中号 比如同学们 你经常在衣服上看到 s 那这是什么号啊 小号 small 那么同学们 当然 你还要看过 l 这是什么号啊 large 当然还有一个词 别忘了 你见过m号吧 m号是什么呀 注意中号 有同学对中间的这个词 记不住 这个词叫me dium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medium 一起来 medium 再来一遍 medium 一起来 medium 中间的 我们叫中号 那么你可以说 人家问what size are you looking for 那就说 small big 或者啊 i'm looking for a medium size 需要一个中号就行了 当然大家肯定还见过 xl 没问题吧 适合飞飞老师 x是什么意思啊 x xl x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么一个词 叫extra extra的意思叫额外的 比如他做题格外的仔细 extra careful 而extra large 叫额外的格外的大叫 我买一个xl 当然也见过xxl 那就是extra extra large 超级超级大 当然有同学别别太多 顶多到三xl就到头了 同学们再穿就成口袋了 同学们 有同学去服务员 我要一个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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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的裤衩 服务员都愣了 读学对不起 我这没有大象的裤衩 所以别折个了 就三个x到头了 知道extra large就可以了 基本就三个 big small and medium 而且再多的各位同学 你将来去欧洲 你都知道 基本男同学买多大号 保证没错 买小号就行 small 因为欧洲人五大三粗的 一米八都不算高歌 女的都背儿壮 原来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 背影看了一个人啊 一米八级 还穿一个短袖 然后背儿壮 然后自己在吃披萨 我就问他路 我说大哥 几点了 就一回头 干嘛呀 哎呦 大家我错了 认错人了 我女的长得跟男的似的 那同学们 那那我女同学怎么办 我跟你 我们原来读书的时候 好多女同学 在欧洲买不到衣服 因为穿着一个小背心 放着一穿 跟裙子似的 所以当时很多女同学 都去哪买 都去童装部来买 穿了很多带米老鼠 唐老鸭的衣服 不说他很卡外衣 所以同学们 不说这就别买 叉叉叉L过去了 你又不是买麻袋去了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这儿呢 继续来 该问什么了 你想看看什么色呢 那怎么说呀 那自然是 What color are you looking for 那当然 这你就随便说 你许问绿色 就是green 你许问浅绿 怎么说呢 浅那个词 很好用这个词 light就是浅的 我们叫light green 原因是轻的 那我许问深的呢 那light的反应词 叫赛的那个词 很好叫Dark 就是dark green 比如我今天穿的 这算深蓝吧 蓝叫blue 那深蓝呢 dark blue 他穿了一身浅蓝 偏蓝 light blue 没问题吧 深黄怎么说 dark yellow 那浅黄呢 light yellow 行了 你们交集完了 于是服务员 把型号和颜色 拿过来以后 你该说什么了 肯定说 你不能拿着走吧 闯起眼啊 你得试试吧 我能试试吗 英文怎么说 有的立马 想都不想 Can I try it 你要敢这么说 富原非乐的牙都碎了 你这种try吃这家东西 是什么意思吗 你到欧洲去 你看到这个巧克力 在中国没有 你买了一块 人家说 你尝尝 这个我不敢吃 怎么这种形状 But can I try it Can I try the chocolate 什么意思啊 我能尝尝 我试吃的感觉 或者 对吧 你买这巧克力 回了国 自己偷偷吃 太贵了 突然你同学进来看见 你又不好意思给他都吃了 你也不好意思不给他 于是你就加个星星 拿块巧克力 跟他说 Try some chocolate 什么意思啊 是是是 巧克力 味挺不错 那同学不可能 哇 把你的巧克力全吃 这叫try 结果你买 拿这个崭新的内裤 Can I try it 服务员说 大哥 这是内裤 味不好 同学们 新的 同学旧的 也不能尝 你咋能说 我能尝尝它吗 注意 你不能把它try到你肚子里 你要try到你的身上 随时一 怎么说呀 那同学们 一定是 Can I try it on it就是那shirt 或者 Can I try on the shirt 如果是带词比较短 就放在try on的中间 如果是名词比较长 可以给咱们学过这个语法吧 Can I try on the shirt 我能试穿吗 Try the clothes on your body 穿到你身上 所以注意 试穿衣服叫做try on clothes 是初中中年自作 一定要备来 Can I try it on 于是 服务员跟咱们说的 Yes of course 就完了吗 我能试穿吗 就是是 就完了 那于是我说 你会后悔的 你怎么能当责面脱呢 于是服务员肯定会说 然后试衣间就在那边 好 试衣间也得会说吧 就算不说 你到商店里 你得看出哪是试衣间 哪是女厕所 不能进错的呀 所以东西 试衣间 房间自然是room 在那个地方你干嘛呀 不是试衣服 从而穿衣服不是 是更换衣服 换怎么说 很好 Change C-H-A-N-G 去掉E加N-G 就是它的进行时了 一起来 Changing room 再来一遍 Changing room 那于是他就会说 你要问你们 Where is the changing room I saw over there 或者他会说 Yes of course The changing room is there 试衣间就在那 或者在电梯口 如果知道了 那于是到了试衣间 还会说话吗 估计就不会说了 顶多有同学 哎呀看我穿着衣服真好看 气死谁 咱就不研究他了 那接下来回了以后 服务员肯定问你 注意他用什么试探 How was it 这个衬衫怎么样 为什么过去试呢 是问的是你当时试的时候 现在你们不是又拖回来了吗 于是又有两种可能 如果好咱就买 不好就走人 但是同学们你得会说话 好没问题 我就买了 英文怎么说 这事我不能look for 中文也会试试了 那我就拿这件了 英文拿哪个动词啊 take 我将要拿这件了 跟我读一下吧 yes 跟我一起来 I will take this one 或者I will take it 或者I will take the shirt 注意当结账要买的时候 那就用拿这个词了 你看这两个券衫要哪个 OK I will take that one 我就拿这件了 那你不买 也不能说人家七星库 给你拿碗闪 换完行 二优让你试音 最后你来往这人一圈 你说哼 你就走人了 这太没礼貌了 所以那你怎么说 你总不懂 No I will not take this one 那我就不拿了 这也不合适 那同学们 有多人那你怎么办 那我就换个借口 说这号太大了 那人们给你拿个小号呢 我不需要蓝色 别拿个绿色 这个我没带钱 这个I have no money 这个太愣了 所以其实很简单 这个话很重要 不买东西也得会 那于是出来了 No I will leave it I will leave this one leave是什么意思啊 留给的意思 那意思是 不 我就把它留给你了 我觉得你穿的 比我更合适 开个玩笑 所以同学们 I will leave it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No I will leave it 当然你像thank you最好 因为你这折腾满点谢谢嘛 但是买了 咱就不用谢谢 你毕竟掏钱了 跟我读一下 Yes I will take this 当然No I will leave it 注意这些小动词 经常会靠 一个叫take 一个叫leave 那同学们 接下来就完了 你还没交钱呢 同学们 不过在百货 商场一般都不能 一手交信一手交货 都得去哪儿啊 收银台交 那于是收银台怎么说呢 于是有时候 Where is the收银台 哪能这么干啊 服务员能听懂吗 收银台收银台 说白了就是一个小桌子 里面放着钱 桌子这么说 很好 Desk 里面放着什么钱呢 现金 C-S-H 这个词叫现金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Cash 再来一遍 Cash 钞票 现金 一起来 Cash desk 在那边 Cash desk 收银台就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说了 Where do I pay for it 我在哪付账呢 Pay for 没问题吗 It's over 在那儿 那边over At the cash desk 在收银台 可以付账 于是迅速到了收银台 也比较麻烦 因为收银台 可以有这三种货币 于是你要问的是 Can I pay 我可以付账 By叫通过 第一种货币 咱们中国现在都不用了 但你要知道 C-C-Q-U-E 给我读一下 一起来 Check Boutique 一起来 Check 什么叫Check 支票的意思 什么叫 Can I pay by Check 我能用支票来结账吗 有人说不行 那第二种办法 掏出这个的 这是什么东西 信用卡 英文怎么说 一起来 Credit Card Credit 信用卡 一起来 Credit Card 再来一遍 Credit Card 我能刷卡吗 英文怎么说 同样 Can I pay By Credit Card 服务员说 不好意思 电脑坏了 那于是没辙 拿出这叫什么呢 来啦 现金 Cash 那同学们 于是注意 那注意 Pay by Check Pay by Card 但是唯一经常 搞的词 我们叫Pay In Cash 这的英文 表示用而不用办 我能用现金付账吗 Can I pay In Cash Can I pay By Card Can I pay By Check 这三个货币 也要知道 而且借词更重要 当然 那同学们 服务员可能就会 你作为说 Oh yes You can pay by Credit Card No Cash Only 直接收现金 当你折腾完了 终于就可以高高兴兴的 Leave the shop 离开商店 终于安全的逃出 成功了 当然 我不知道大家 这几个红的句子 都是重点句 都要背下来 所以还是闪听一下 给我在收睹一下这个句子 然后最后的任务 我给大家一个小成绩 你帮我还原 好吗 好 闪听完了之后 那么同学们 我们就一起来看各个场景吧 首先第一个人叫Assistent 还是什么意思呢 售货员 他说 Tenalpy 我可以帮助你吗 你是Customer 你是Customer 说是的 我要买一个像这样的 还记得什么叫Bloos吗 女衬衫 跟咱男衬衫不一样 女衬衫 大概就是女同学穿的 我不太画 这有点花边 这个挺好看 然后这还有点小花边 这还有点小花 画萝卜 土豆 粉条 海带 老一米花肉 穿我穿着一个乱寸的衣服就出来了 所以同学们 甭管他了 我想买个女衬衫 当然也可能是女同学 也可能是男同学 给妈妈买 给妹妹买 或者也可能男人 给女朋友买嘛 对吧 所以我想买那个字 来啦 I am 能说出来吗 很好 进行时 Looking for A place like this 很好 那同学们继续看发生什么场景哦 Oh I see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我明白了 你想找什么 那看他回答呗 Oh 14 这一看就是吃嘛 欧式吃嘛 14 那同学们 那问的是 您要多大号 哪个名字来了 What size are you looking for 好继续 OK I will go and see if we've got any 那我去看看 我们是否有这个14号 那Thank you 谢谢就完了 好 Here we are 很好 The last one in stock 又一个对话出现了 那么这就是 哎来了 这是最后一个 in stock 可以不记 叫库存的最后一件了 你很幸运啊 Here we are 好 Great Can I try it 好的 我能试试 一看有女同学 男人谁是女衬衫呢 试完了以后 出来了 别乐 我就穿手中的一支眉 没有这么办呢 所以同学们 Can I try it 穿身上 啊 不要穿你肚子里 很好 接下来 Oh yes Of course 那你别在我这儿试 东西大姐 那个是一间 在那边 是一间 咱们说 The changing room 没问题吧 Is just over there The changing room 很好 继续 来 Moments later 点点点 一段时间过后 估计试完了 到底高兴不高兴呢 我们一起往下看 How is it 服务员说 怎么样啊 Oh fine 挺好的 我买它 怎么说 I will 拿 我就拿它了 I will take it 不错 那么继续 All right Would you like to pay over there Aster 那你想 愿不愿意去那边 去支付哪边 在那个收银台 收款台 怎么说 Aster Cash 装满现金的小客桌 Cash Desk 很好 这个词也要记住 接下来 看他 我是可以刷卡 还是可以支付现金的 哪俩介词 Can they buy card or 您 Cash 看人怎么说的 Oh Cash only I'm free 对不起 奔柜台 只接手 现金 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对话呢 好了 同学们 今天我们的购物话题 就给大家扫了扫忙 但是希望你回去后 再整理整理 每天咱也不多记 你知道高考才费 1500个单词 你只要能记10个 你想你一个月做多少个 300个 同学们10个月就3000 那就说出一毕业 咱就不用出二个 直接高考 当然还说着简单 所以要不断的积累 所以背完了还是要忘 所以你要回去 不断的背 不断的复习 加上再度做一些阅读 看看空中语教室 读读心肝念二 心肝念三 你的词汇量会越来越来越多 到高考 想不得满份都难 好了咱们不多说了 同学们还是老话 下节课我们还是四个字 不见不散